那我这里需要一个下拉选单 那下拉选单呢,当然做法很多 其中最常用到的就是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资料里面有个什么呢 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个清单的功能 那这个清单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我的清单来源是从这边 这个范围 我可以把来源选取起来 从这个范围选到这里 然后呢,直接展开之后呢 那当然这里有个相关提示 我想各位有兴趣的把它揣一下 如果说有问题 相关当储存隔壁选取的时候 就是会有讯息显示在那个上方 那这边如果不设定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希望让他可以有下拉选单的话 直接就选取给他要的资料 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边就会产生一个清单 当我点选之后呢 这边就有一个清单出现 那月份也是一样 直接怎么样呢 这边也叫资料验证 点下去也是把它改为清单 清单之后的话呢 那来源部分呢 我就直接选取这个范围 给他 OK,按一个确定 那这边月份就出来了 不过通常我们不会把它放这里 那有可能怎么样呢 把这个清单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放哪里呢 我可以另外再开一个工作表 可以把它怎么样 放到另外工作表上面去 把它藏起来 或者把这个工作表把它隐藏起来 不要让人家知道 我的资料放这些 不然会被更改嘛 或者甚至你可以怎么样做保护 把这里面知道保护起来 不过其实好像都不是很好 因为你会发现 抠过去之后的话呢 那资料不见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我就必须怎么样呢 做这个重新的设定 资料验证里面 那因为我范围的部分不见 对不对 所以你会特别发 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说 我选取的时候呢 当然你把它点这边 你会发现怎么样呢 它没有办法点选 因为在这个 其实在2012 2003的版本 它是不允许怎么样 这个清单是跨工作表 也就是你一定要在 同一个工作表才可以 但是呢 2007以后可以 只是很麻烦 比如说呢 你这地方 它用选的不能选 但是呢 我自己就试了一下 比如说我自己怎么样 把这个名称打上去 还是可以 就是说你自己 可以把那个工作表名称 打上去之后 再给它一个范围 那这个地方呢 它就可以帮我们把这个范围 比如说这地方 我给它一个是 这边 它的它的范围是A1 比如说到 应该就到 到A 应该21吧 可以按确定 好 那你可以发现 有没有 这个范围 直接在那里